现代化战争中,就算有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,也是离不开兵力的参与的,在先进的装备也要有人操作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,所以即使是现在作战,依然需要大量兵力参与战争,即使各国之间的关系很融洽,但是知识发展还是很必要的。 但是在和平时期待久了,很多人都有了一种惰性,对于战争伤敌,也没有了以前的积极性,而之前有一些权威的国际组织,在各国街头对一些路人进行了随机的匿名采访,以及在网络上传播的问卷,来调查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如果开战,你愿意为国而战吗?因为是匿名的,所以很多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,这些问卷结果还是很真实的,而这次的问卷调查的答案,却是让人有些意外。 这其中参战热情最高的就是以色列,支持率高达对于这个结果,相信大家也没有太大的惊讶。 毕竟,以色列人们就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,他们时刻都在为战争做准备,所以对于这个数据,也没有什么惊讶的,美国则是高达63.1%,其实这主要也是因为美国本身打仗的频率就挺高的。 所以很多人对于上阵打仗这件事情,并没有太大的抵触心理,况且美国一直实行民主自由,公民持枪自由,即使是没有当获得兵的人,也总认为自己是有上战场的能力的。 而在美国也经常发生恐怖主义事件,所以美国人也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,我们经常会说外国人很刁悍,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会遇到的危险比我们要多。 中国在调查的人群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愿意为国而战,对于这样的数据,很多人表示是是有些不相信的,因为在大家的想象中,中国应该是会有更高的数据。 但是中国有近14亿人口,这样一来,保守估计,也是有近7亿人为国而战,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 至于日本就让人有些惊讶了,当初的中国主义国家,居然只有15%的人愿意为国而战,但其实这样的数据就目前的日本来看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毕竟现在的日本连军队都没有,他们的自卫队行动,也受到很大的限制,这可能也是二战后,在美国长时间的压制下,被磨灭了棱角和气院。 所以现在才会这样的低调,不仅仅是日本的数据极低,德国的数据也很低。 事实上,德国虽然有军队,但是他们早就已经将发展的重点从军队转移到了民生发展上。 如今的德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很不错,但是在军事上的发展,却是让人有些看不上眼,这可能也是为了统合自己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吧。 那么如果开战,你愿意为国而战吗?